先说看这样才有梗进来学超能力 中国华为三折叠手机 推出之后价格被炒到高达 十万人民币 大约是新台币四十五万 有人就形容了这跟炒股一样啊 如今价格是雪崩是下跌 一个小时一个价 据说呢目前黄牛只愿意回收 红色的版本 但黑色的版本根本没人敢收 好价格会崩就是没有人要买呀 为什么市场对于三折叠手机的 接受度不高呢 好百万YouTuber Jermaine就分析了 三折叠手机让他没有办法入手的三大缺点 第一个是价格太高了 起售价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人民币 大约是新台币九万 好再来是黄牛炒作价格不得了 最高啊听到这个机型是有这个四十五万的 那外媒就透露了 如果三折叠手机萤幕坏了 要更换面板的话 价格要花三万六 已经可以买一台iPhone 16了 再来是他手机配备的麒麟九零一九的这个九零一零的处理器CPU 它的这个技术落后大约是三年左右 而且呢 华为的手机不支持安卓系统 只用红系统 另外三折叠手机的重量跟厚度 也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它的裸机重的大约是三百公克 装上了保护壳会增加到三百二十克 如果呢 这三个萤幕叠在一起的厚度就会达到十二点八毫米 操作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 那我们就盘点完这个三折叠手机的缺点呢 大家要不要跟风脉自己评估一下 事实上华为为了突围 要摆脱欧米的打压 他们也做了不少的努力耶 包含像是建立绿色的能源 晶片跟汽车都可以看见华为的影子 它三折叠 它可以这么扯 这么 还可以 这么扯 我们团队为此奋斗了五年 始终没有放弃 我们敢于突破 敢于飞环 五年魔一击 华为打造出全世界第一台 量产的三折叠手机 外观的黑红 映出轩昂的气势 然而如同中国网友所说 钱够多买华为 钱不够买苹果 有电子茅台支撑的华为Mate XT 买一台相当于买三台苹果的价钱 三折的手机 其实说你说三星会不会做 三星不会做 只是说三星觉得没有这么 因为它知道 都做出来这个成本很高 然后又卖不了多少 但是华为就会展现说 对 我在哪一方面的技术是领先的 做一个样机出来非常容易 很早我们就做这个样机 但是解决量产非常难 从一走到三 很难 但更难的是 从三回到一 今年第二季中国折叠手机就由华为夺下四成以上的市场 如今他们又加速引擎 有机会再狠甩对手 让差距扩大 而苹果在中国市战早就跌出前五名 推出的新品又不如华为有满满噱头 因此有专家认为 华为有机会再狠踹苹果一脚 但有的则相信 苹果还是会持续领先华为 在民主同盟联合打压之下 华为只能自行开发晶片 即使拥有良率不佳的问题 但传出华为最新自制的AI晶片 效能比辉达降规版本还要厉害 使得华为有机会惊吞在中国的订单 这显然也对辉达造成了压力 因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不仅把华为列为竞争对手 还调降了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价格 除了手机及晶片的战场位 华为也没错过 中国近年强势交战的汽车产业 华为还要携手中东建立一座 以百分之百绿色能源供应运行的红海新城 在太阳能和除能供电设备的地图上耕源 完整未来干净能源产业的版图 当华为的电信设备遭到各国抵制 便开发更多可进攻的产业 现在晶片 车业 能源等多角并进 被制裁之后浮地再起身 让欧美国家难以忽视中国骄傲的来势汹汹